从本月17号开始 公众可以测试随需而至公共巴士服务 乘客只需要使用应用程序就能够呼叫巴士 这样一来乘客就不必花更长的时间在巴士站等车 该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 上午为随需而至公共巴士服务主持推荐 为期半年的测试将在三个区域展开 分别是滨海南 浴群和市中心到乌洛以及淡宾尼 其中 滨海南和浴群的服务率先在12月17号 于上午和晚上两个非繁忙的时间推出 目前 应用程序由两家公司各自开发测试 分别是BaskNow以及BaskGo 乘客首先必须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然后在指定区域内选择上车和下车的地点 之后应用程序将通知乘客 巴士到站时间和车牌并且发出登车证 使用车资卡付费 车资一律是7毛7 年底将上调到8毛3 目前收费属于优惠车资 在随序而至巴士服务下 巴士旨在指定的区域穿行 没有固定的路线 它将根据乘客的需求调整路线 这样一来 巴士业者可以减少资源 不必空车穿行 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上车的时间 我们下车的区域穿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